谢谢 来来来 春春 跟所有喜欢你的无线音乐的歌迷朋友问候一下 无线音乐的网友 大家好 好 那也希望呢 我们今天准备了一张春春的专辑 也希望这个专辑拿上来春春签名 和大家互动一下 今天获得的荣誉是 嗯 就是年度创作 不是 就是创作专辑吧 就是年度创作专辑是吧 嗯 因为名字挺长的 啊 我还以为你要看这个我给你看一下 嗯 没有 好 26号个人演唱会 对 就在这个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 今天采的呀 今天很来采的 就当采的 今天来看一看 嗯 本来我还跟同事开玩笑说 我今天就跟着帐篷来就不走了 快到了 因为今天是20号嘛 对 还有五个天时间 很快 那你这段时间是不是也意味着 肯定不会去外地演出什么的 嗯 最近 除了有一个就是十月围城的一个宣传 嗯 别的都没有 其他都取消了 对 全国玉米准备一亿票房 嗯 十月围城了 对对对 嗯 我觉得 大家喜欢就 嗯 十月围城 这部电影 你有没有看完整版的 真的 我就是看着手印的 就是 看了两次 一次是粤语的 一次是 普通话 哦 粤语肯定不是你说的吗 粤语不是 粤语是别人的配音 但是那是第一次看 对我自己出来的时候 我还笑了 对 后来就好了 因为刚刚开始会有一点不太适应 嗯 有没有考虑过组 再组一个团自己的家人朋友的 然后就包成了看一下 嗯 我妈妈在北京 她已经去看了 然后我爸爸在成都 包括家里面 什么亲戚啊 什么姨妈啊 就是舅舅等等 他们都有去看 嗯 太好了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这个 支持十月围城 这个片子的口味 好得不得了 嗯 那就好 我自己是性命的 我自己是性命的 你知道程可欣也夸你吗 有听她说 有听她说 像想起林青夏 对对对 受重若惊了 还有人说 你看到你像想到刘德华一样 交代给你都会做得非常好 嗯 会不会这么多的意美之词 会不会激发你的表演的这种欠 我觉得是 这一次 我觉得还是有幸运的成分 嗯 就是我可以和第一次拍戏 可以和这么好的一个团队 然后包括很多专业的演员 来一起 有这个氛围 然后大家会影响我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 嗯 就是还算不过得去吧 对 然后 嗯 但我觉得并不能说明 自己的表演功底有这么多好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 要再 再学习啊 嗯 还有六天的时间 这个个人演唱会 就要在五个搜 对 我觉得今天看这么多艺人 我忽然想起你 我觉得这个真是太有意思了啊 嗯 提前过来就预热一下 对对对 热一下场子啊 嗯 那这次的这个个人演唱会上呢 也真正我觉得应该您 领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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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呃演唱会出票最快的美人 啊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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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个小时哈 对 我自己吓一跳 嗯 因为这一次 我没想到 因为之前做万蜜啊 也也会有一些 来找票的 嗯 但是这一次就是恐怖 还太恐怖了 嗯 就很多人觉得 你怎么可能没有票 对啊 所有人就 你自己都没有票 我自己都没有票 对对对对 所以那天美玉圈不能入场 哈哈哈 所以真的是太快了 那在这个个人演唱会上 会不会唱 这个十月围城的那个 会 会 会唱 那这算是 演唱会上 肯定是第一次唱吗 呃演唱会是第一次 然后之前在做十月围城首映的时候有唱 但是那是伴奏 嗯 这一次是乐队 哦 反正现在其实透不透露 演唱会的细节 票都卖光了 嗯 那就透露点吧 嗯 演唱会其实就是 希望大家可以来玩的开心 嗯 可以在这个圣诞和新年的之间 这个时间 可以感受节日的气氛啊 嗯 然后也为大家精心的准备一些 就是我以前可能不太 不太惯用的一些 呃歌曲的风格 哦 怎么讲 例如以前我就不怎么听电子乐啊 嗯 这一次电子弄的还挺多 哦 也没有什么神秘嘉宾 神秘嘉宾 神秘嘉宾就是我自己 嗯 因为我自己的歌曲已经很多 都还来不及唱给大家听 嗯 所以这一次其实没有考虑嘉宾的环景 嗯 嗯 李导 李导 谢谢 你现在身份太多了 李导 嗯 又是歌手还是演员 嗯 但是主要的身份还是歌手 那就先把这个专辑 好 这个专辑已经签过了吗 已经有了 签过了我们再签个时间好不好 好的 因为这个很有意义嘛 这个写在今天是 2009年12月20号 李26号 倒数还有六天时间 12月20 20 这个有点粗糊这个 嗯 没事 这个已经 这个非常有纪念意义了 就是今天签的唯一的一张唱片 对吧 嗯 签时间的唯一张 对啊 今天嘛 唯一的签的时间的唯一的一张唱片 然后呢 我们希望大家能 多在我们139这个平台上留言 给春秋留言 我们会把这张专辑呢 送给大家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听说这个跨年演唱会 嗯 你会跟一个重量级的嘉宾在舞台上 这个互动 有没有 我没有听说 我自己还没有听说 哦 那跨年演唱会 这也快了 26号完了 马上31号就要跨年了 对啊 跨年你是有打女的心态出生的 没有吧 网上有这么说 嗯 我自己没有听说 我自己没有听说 而且我现在都在忙演唱会 没没没没没没 没顾及他们 没顾及 那你去外地宣传 刚刚说十月围城 接下来去外地宣传的时候 在酒店里 会不会再安排一些小的时间 然后还让自己练演歌 也会啊 我自己其实更多的时间 还是跟音乐有关系 嗯 看好了 这个演唱会结束了以后呢 接下来是不是就直接 就到了310了 对 就很快的时间 就会到外面 啊 就中间还有三个月时间差不多 但是因为中间要过年这个时间就被打断 嗯 所以就显得没有那么紧凑 嗯 那你说这段时间会给自己什么样的安排 应该就是做完五歌松的演唱会 就开始 呃 YME的演唱会的启动 然后排练等等 嗯 嗯 哇时间真的是非常的紧张 非常紧 呃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呢 除了明年的YME以外 嗯 还有新专业的首唱以外 呃 因为这个歌迷的玉米真的是太多了 而且这个 毕竟场次有限 嗯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2009 中国音乐动无线音乐 之后我们明年的这个音乐俱乐部的这种 歌友会 嗯 打算开几场 我不知道具体有几场 就是呃 如果可以的话 我就很愿意多参加一些 因为今年 就是做这个歌友会 跟全国各地 就去到全国各地 跟跟当地一些歌迷朋友见面 大家都非常非常开心 嗯 所以我觉得有这样的机会 就可以多参加一些 嗯 好的 呃时间的关系我们跟春春 接下来的互动的很快就要结束了 那春春再跟最后再跟所有喜欢你的歌迷 和网友问候一下 呃就是新年就快要到了 在这里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呃感谢就是支持李宇春 我们的这张李宇春的朋友们 谢谢大家 你才跟大家道个歉吧 嗯 道歉没有道歉 因为你有时候我们说 你给让大家支持你的专节演唱会 什么的话 呃那大家 哎对啊支持春春 哦去买演唱会一票 嗯 现在都没票了 大家怎么支持你 既然这样 这种事应该让老宋去做吧 哈哈哈哈 那我们宋总有机会给你道个歉啊 这个场子真的啊 下次 她特别开心 哈哈哈哈 下次我们要这个场子要再大一点 或者是搞巡回什么的 好不好 好的谢谢春春 谢谢 拍下就坐 谢谢